大家好,我们是喜剧演员,我是雪人,我是颜飞 今天的来宾呢,是高雄喜剧开港的创办人 他是把单口喜剧带进高雄的男人 平常除了就是每周会举办这个Open Mind之外 他也会上台表演 让我们掌声欢迎单口喜剧演员阿涵 给你个掌声 好,嗨大家,我是阿涵 很开心能来到喜剧愿偶的频台 频道 上次我看的那个 那个马克吐斯前辈来 真的好好玩哦 为什么 他会学中心词,你会吗 我不会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请大家回去听马克吐斯那集 好有趣哦 然后就讲说 可以跟这么喜欢的前辈 然后在同一个频道然后被访问 很荣幸 你是说你喜欢马克吐斯 然后他来过我们频道 所以你可以跟他上个同一个频道 感觉很开心就对了 这是其中一个 就是完全把两个主持人当sock 另外一个是就是 因为其实我对台北的所有演员 一开始都是从网路上的影片去认识的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你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就是名气高低 或者是做多久 对我来说都是 一开始都是荧幕上的人 对 然后突然间就是因为做喜剧开场之后 开始跟你们一个一个开始认识 就对我感觉很奇妙 就很像是荧幕的人 然后一个一个走出来 然后变成我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 然后甚至成为朋友 对我来说是很奇妙的事情 懂 那你从荧幕上认识我们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荧幕上认识你们的时候 呃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 你一定是个很难相处的人 没有错啊 很会看人 很会看人啊 很会看人啊 对 对 我怎么开场就得罪了 对 我要说我心想说 我们这集不会在台北播哦 我们会把台北的那个 我们放在屏东播 哈哈哈哈 台北GPS抓你在台北 我们就不会播这集 对 就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就他旁边的 这人 已经 也是一个就是写本很厉害的人 然后后来我 我回头 不是 你看那影片都瞧不起我 你觉得我本人写不出这个稿 怎么可能 不是不是 那时候就 不是你 不是你这个人 听起来就是这样 性格会写出来的 哦 你说那么缜密的段子 感觉不像是表演风是这么冲动的人 有办法写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大可爱去念那个 念马克图书段子 就会觉得说 哦 他也可以写出很好的段子 可是那一定不是大可爱 前辈写出来的风格 你看个表演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啊 我就是一个 你不能好好享受那个演员的演出吗 我容易去想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应该是有一个很厉害的 伙伴这样子 对 我往时候就觉得说 他身边 就是他男朋友一定 虽然在舞台上 就是他把男友考得这么无情 但其实就是感受到男友一定 对这个表演付出了很多 那所以你那时候 在看学人的表演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 他一定是本自己写 然后表演又恰到好处 这样子吗 就觉得差不多 但我就觉得 好 谢谢 那我就觉得 就是学人他感觉起来 可以再多一点什么 但我就觉得 我讲不出来 当时还讲不出来 那现在 现在就觉得就是 学的感觉好像 学了点自由 不是 因为我是被束缚住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选好 就是在舞台上 想要更 当一个更 哪个方面更偏激的人 但是他可能 本来就不想做这件事情 就是在舞台上 就不想要成为一个偏激的人 就是在某种 呃 舞台的人格上 再更强烈一点 对对对对 就是没有舞台魅力的意思吗 嗯 你要这样解释 我也没办法 好得罪别人的一个 他很婉转的在讲 他很婉转的在讲 你 你不太会写本 然后我没有魅力 哈哈哈 他在那边绕一绕 对他花了五分钟 他花了五分钟 完全批评我们 其实你可以直接讲 你说颜芬 你就是不会写本 应该别人忙写的 那你为什么来台北呢 哈哈哈哈 好那 你说你在荧幕上那时候 对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吗 对 然后到后来 我们实际见面了 之后我去高雄 OpenMind 然后 方学人也去过高雄 喜剧开场那边 开过课嘛 就是一些喜剧相关的课程 对 你深入的跟我们 稍微再认识一点之后 你有什么改变吗 还是说 诶 一如就是我想象的那样 呃 有什么改变吗 就是 你真的是一个 很好当朋友的人 你真的是会是一个 很好当朋友的人 这又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不是 但很不适合表演 哈哈哈哈 我们适合当演员的人 你们才内心系很多 在那边讲我 我们现在对你防备心 很高跟你讲 你讲一句话 我们就有三个不好的结果 哈哈哈哈 就就就很挺 然后就会说就是 呃 就是你是会真心交流的人 有吗 他是业务哦 我感觉就是 至少 至少 至少就是在聊天的当下 我就感觉 这个人是有真心 在听你讲话 嗯 你知道那种差别就是 如果你跟台北人讲话 然后聊完天 然后他讲完这件事情 你跟他讲完这件事情 他有一种表示 收到或已读的感觉 但他不会 追问更多 嗯 那你是会 拉下来 说哦 那我们来聊这件事情 然后继续 聊更多的人 嗯 虽然不一定是 你想要的结论 可是就知道 你知道这可能 他是认真想跟你 聊这件事情的人 你让我感受到 就是 呃 是个 就是当朋友 是个很棒的对象 嗯 很好的朋友 那怎么样 那不适合当什么 你可以把话讲完 哈哈哈哈 你总是又要讲一个 不适合的吧 我已经觉得 你慢慢的在铺这个 我 我没有当过其他的 我不知道好不好 啊 所以是 就没有 为什么一定要得罪了 男相处的这个表情 就稍微有撕开一点点 还是说 诶 男相处这个 我觉得不会 但是 就是明显是比较强势的嘛 对 就强势的 你在 在男女朋友相处的时候 一定 一定自然就会 所以当朋友就好了 对 当朋友就好了 你就是没有抓好那个 对 你就怪你自己啊 我就是没有生死守力 对 那你跟雪人接触后呢 就是 正面的接触之后呢 我觉得他真的是 在喜剧方面 真的很认真的人 他就是做事非常认真的 对 做事非常认真的 认真的 然后 因为我觉得 很多人会 就是 做表演这件事情 他可能是很会做表演 就是像是人家讲读书 有些人很会读 但是不一定会教 但是 他是可以把 他所学到的东西 跟他所看到的东西 系统化知识去输出的人 让我觉得说 选到 学人来分享 关于现场喜剧的这些知识 给高雄的这些演员 算是 我觉得选的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 是你选的吗 不是有一个人推荐的吗 对对对 大声说 是谁推荐你的 言非说 言非说 你要找人来 高雄喜剧开场教课 你要选我们家学了 是不是 他一定要 你要选我们家学了 但是我是不是推荐 就是好货 我才在真心分享 我不管你 另外一个选谁 你要选我们家学了 我说你要选谁 选他 oh my god 高雄人都被你毁了 这集好恶心喔 前面八分钟 就是在捧来捧去而已 就是我跟阿海就好眼光 好眼光 好眼光 那真的值得 真的值得 因为他大学就是念 研究所 你说 研究所是念数位学习的 厉害 什么学校 中央 还是念数位学习 对对 数位学习的 没错 那你那时候 真实跟我们接触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吗 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有看好我们的恋情吗 就觉得这两个人 还是就默默觉得学人真委屈 你们就确定要在现场上 这样子 就就问阿 我不知道其他来宾 因为我只看了两三集 没关系 Be yourself 我就觉得你们 早点分 不算 就看起来我真的不觉得是那种 一辈子类型的人 真的阿 那是哪一种 就是 大概五天 两年 两年差不多的 你知道吗 但有些人就是在你的生命中 就是会 会走进你的生命里 然后 蛮长一段时间 然后教会你大部分的事情 然后再离开 我前男友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们 你前男友教会你什么 像是这样 我觉得那种教会我非常多的事 你确定要在这里听吗 哈哈哈哈 你如果要听的话 我当然是也可以到 一条一条说出来 哈哈哈哈 想听吗 来啊来啊 但他没有顾虑到阿海的感受 好谢谢阿海 好我们再集到这边 谢谢剩下时间我们两个聊就好了 对 啊你先回去 我去旁边顾相机 啊你去坐高铁可以回去 哈哈 那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两个像是 你说感觉是 我们互相交陪伴彼此可能 五年至十年 但最后我们会分到扬镳是不是 对 嗯 我觉得我看起来蛮像是那样子的 啊你预估是几年 我预估哦 看起来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哦 五年左右吧 所以如果我们结婚的话 你就会 我会包大包的 然后就是因为你打脸我 然后就是代表我错了 会包大包 多大包 起码八千块以上吧 好不然姐姐再理嘛 哈哈哈哈 八千块也不好赚啊 收一收收一收 那么简单 登记一下 盖个印章而已 对啊 八千八这样子 对啊 拿身份证给你配偶栏给你看一看 那样子 没有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跟我 跟我过去很像 那这是最后一段是不是 还是 你过去怎样 慢慢讲啊 嗯 我们是你知道 flow是很自在的 你不用担心 就我过去谈的一段 一段从大学时期到毕业 然后到选好人生工作方向的恋爱 然后花了八年多的时间 然后最后 最后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 他说我觉得我们没有未来 然后他就 从我的人生中被抽离 那个抽离就是 一天之内我已经完全不知道 这个人 到哪里去了 因为他那时候在海外 然后他断掉所有的社群连结 也完全找不到这个人 从那一天之后 我这辈子再也没有看过他了 你们他是跟你同岁吗 你们几岁在一起 他大我一岁 嗯 所以就是二十岁的时候 大我二十岁的时候 要不要十九快二十的时候 都很年轻啊 对对对 然后听起来什么悬案之类的 然后就 就到二十七八 所以这样子 然后完全 中间就是 而且不是说那种就是 中间有分分合 然后没有没有 中间完全没有分手过 嗯然后 经历过各式各样的事情 对 但到最后就是 就结束 你为什么要把你的悲惨裤子 套在我们身上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哪有像你啊 我们哪有像你这样 我们很老才开始谈恋爱的 谁跟你二十岁在那边 懵懂无知的 什么很像 没有因为我想要听 我想说如果我有听到相似的点 我就会觉得 哎阿海讲话很有道理 但是我刚刚听了一段想说 对啊我们一直是比较常吵架 然后你就突然什么消失那样子 对啊我们二十八岁才开始谈恋爱 跟你可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 我以前就是属于 就我跟他 我跟学生的感觉起来是像的 怎么样 就是比较脊白内向的个性 我们是一个比较学者个性 然后学者 对很多事情都给真理去输出 然后会去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体谅别人 然后 我当时的对象 他也是他有什么感受 他有什么感觉 他会强烈的表现出来 然后他的爱跟他的恨 都是用比较强烈的方式 直接方式来表达的 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你说 他还是 当时的对象 他有啊 可是我相信我自己的问题 一定也超多的 对那我就觉得他也 他有很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必须当下就要先 情绪先被解决 他才有办法去 去往后讲 大部分的女生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样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所以后来 他就突然你完全联络不到他 就大家突然间 就那天打电话过来 然后说我们来谈谈吧 然后就感受到那个 那个不妙的氛围 可是他去海外多久 他去海外 总共时间是一年多吧 但是他去海外的第三个月左右 你就感觉不对劲了 然后就分手了 你说他总共去一年多 然后但是他再去第三个月的时候 你们就分手了 对对对对 而且我听说那时候 你是有跟他求 准备要求婚了 我是有打算要求婚 就是他中间 年底前有要回来一次 就是跨年前要回来一次 我打算在那时候讲 还是他就是不想跟你结婚啊 有可能 对啊 而且他可能 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原本生活的地方 他可能突然就到海外 然后发现就是 海好玩啦 天哪 人生还有这么多的选择 他是去美国吗 没有是日本 他就发现日本的男生有型多啦 也不能怪他吧 因为台湾男生就不喜欢打扮 也很奇怪 不能说你 不能说你这个推断没有到 好 现在我来日本 哈哈哈哈 他知道我要的东西 差一点 就要被那高雄人困住了 差一点 差一点 然后他就 他就讲了 然后就 你当然就是因为在一起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两个人决定 可是分开只要一个人决定就好 对对对对 没错 对所以 那当他说要分开的时候 不管你怎么想的 那不重要了 然后就分开 但是我想要问 就是那你们这件事情的感情 会有什么状况吗 有征兆吗 有征兆吗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从我们养的猫咪生病了之后 然后我们其实中间就发生了非常大的裂痕 因为你没照顾好猫才生病 我们就会彼此内心 就会觉得不讲 可是内心就会觉得说 是对方的某一个点没做好 然后所以我们的猫才发生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们会想说 如果我们当初彼此之间都更同好清楚一点 更懂得如何去分配在两个人之间的 不管财务也好 工作关系也好 相处关系也好 可能关系会更健康 两个人的生活会更好一些些 为什么不要怪给猫就好了 就是猫自己没照顾自己啊 猫是得了绝症啊 慢性病 大部分的猫咪在肾脏部分 比较不爱喝水 所以他比较容易会的身上病 那的确可能是猫的问题 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有一方要负责 猫他不懂啊 他不会思考那么多 所以猫他就傻傻的关系 你们要逼他喝水要一个人 对对对 但我们当时不知道啊 你不会去怪小朋友 说你怎么不喝水 我会 你们都好健康哦 但这样讲是可以讲 可是当时他到猫咪的状况是很糟糕 那是会让一个人崩溃 就是他是所谓的慢性肾脏病 然后他要打皮下水袋 如果说 这边也顺便跟听众讲 我不晓得会不会你们有遇到 猫咪的皮下水袋 当时我一天要打三次 你要把你的猫咪抓过来 然后用那个蝴蝶针 然后戳进去他的身体里面 然后把他安抚 不能让他乱跑 然后让水袋开始滴 然后滴100cc 每天要做三次 你每天都要不停 就是 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 你都必须要这样子 去把水打进他身体里面 他才会 身体代谢才会好 不然他会越来越严重 然后就死亡 然后当时这个情况维持了两年多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然后每个月的医疗花费 大概是一万五千块左右 那很多 但我们同时除了那只以外 我们同时有四只猫在养 所以 但我们又不是那种 就是家庭非常富裕的 我们那时候才几岁 就遇到这个问题 我二十五 我二十五 那你才刚出社会 也没挣多少钱 对对对 然后他二十六张 你们为什么养四只猫啊 说外话长 就大学的时候 在帮忙做 做 算有帮忙到中途 对 然后开始有 身边开始有一些 猫咪是送不出去的 或者是 帮忙一下暂时照顾的 然后最后就留在身边 可是其实宠物都是这样子 就是在他生病之前 其实花费都不到 无法控制的地步 就跟家人一样 家人就是 维持一样的时候 其实大家生活都好好的 直到突然间生病的那一刻 才知道说 哇 这个东西是没办法负担的 又有金钱 又有照顾的问题 他们又没有医疗线 又没有十字十字符 对 然后就变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我们会走上 你的这条路是因为 那个组合很像 就是你们两个男生 都是那种比较逻辑 比较学术性 但是对方都是那种 机动派的 所以你就觉得我们会 也是往你那个 没有好下场 就是磨合到一个点 大家互相学 一些东西之后就 对 而且会 就是两个会彼此影响 会到后来变得是 我开始发现就是 我有想要有 有情绪 强烈的一块 然后我想要被满足的其他事情 但是 对方已经是不想要理我这一块 然后 女生 女方也受不了 他也受不了就是 他自己的这些想法 或这些情绪 你的这些感受 都是要你用 各种比较强烈或极端的方式 男生才感受到 你就觉得 我干嘛爱得这么累 对啊 某一个机 到某一个界限的时候 他就讲出这句话 我干嘛爱得这么累 嗯 然后就离开了 嗯 那跟你很像 很正常啊 嗯 我就其实都这样吧 就是我们也不会有 我们就是有去看智商啊 因为就是当有一方觉得 哎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还有感情 然后 大家想要在努力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 找一些解决的管道嘛 嗯 比如说你 我们两个情侣之间一直沟通 嗯 但就是有一方觉得 哦我很累 嗯 然后你也觉得 啊你在累什么累 我不累吗 嗯 那就没有那个 频率已经不对了 可能就是找朋友来 那朋友来没有用 那诶 智商也不错 嗯 所以我在这边要 呼吁各位猫咪多喝一点水 哈哈哈哈 人也多喝一点水 如果有在听 Podcast的猫咪 那你们现在就是不想喝水 这样不行吗 就是破坏到大家的感情这样 对 所以你不看好我们的感情吗 所以如果我们结婚了 我们就是跟你零八千块 那如果我们真的分手了 诶 嗯 那就代表你眼光蛮准的 你说厉害哦 行啊 就去把你的那个粉丝专业按赞 这样子 厉害厉害 我推 感情预测大师阿海 因为我觉得感情本来就顺其自然 我们也不期待每一个来宾都要来说 我超看好你的感情 对 他是难得没有看好的 对啊 我觉得你这样很诚实啊 我觉得其他人可能不好意思 对 其他人不好意思这样 我知道 一定大部分的人 不会在现场一定不会这样讲 因为 哪有人是劝 劝你不劝何 我也没有劝你 他不是劝就是看 看而已 对啊 因为我们两个的个性 真的算是比较 互补类型的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 会觉得 哇 颜飞 不是不同 就是互补的 对啊 为什么觉得 为什么觉得 最互补的地方就是 比如说 我的确是非常没有耐心 我像我写本改一次 我就不想改 但王学人就是那种 你看他就不是 他只适合做朋友 不是适合做表演 所以我讲是 对啊 对啊 但是两个人都一样的时候 有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两个都是那种 很有规划的 但我们两个都有规划的一个计划 就没有办法一起执行 反而是一个积极的 配上一个消极的 他们俩才能称性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说 我们来互补 是因为看到这一个吧 但是你也讲了一个 非常好的点 就是我们常在吵架的点 所以我就跟你坦白 就是我们在看之上 啊这边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 没有 那你觉得智商看完 各位猫咪你现在有在喝水吗 你觉得智商看完有效吗 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 第一次可能就是 跟之前讲好像差不多 嗯 跟我们之前可能在聊的差不多 可能要再看 第二第三次会不会聊更深入 会拔一些 说天哪我今天这种想法 对我们之后再 智商录一集好了 因为情侣智商也是满值得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现在把 我满想听的 我们现在还是把重点放回 那个讨人厌的阿海身上 对啊 毕竟他要从高雄来 对啊 阿海阿海 你是在这个高雄 呃 我们现在中间聊喜剧了 聊喜剧了 现在中间聊喜剧了 你在高雄创立了这个喜剧品牌 叫做喜剧开港 对 对不对 而且我知道是你是贷款来做这件事情 呃 我是贷款 但其实 呃 不完全是为了喜剧贷款 因为我从 呃 公司离职之后 我本来就想要 做事变成是 自己当一个 呃 必要的花费 所以我就想说 就是那我就贷款 然后跟同时 说来话 说来就是其实蛮奇妙 就是我想做工作室 跟想做喜剧开港 几乎是同样的时间点产生的 所以很少人会一次同时开 两个呃 工作室或公司行号 但他们就是一起发生了 然后我也就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的这一笔贷款 其实同时为了这两边的花费去贷的 你是登记两间公司哦 对的 它是两两间不同的 哦 所以一个是做喜剧 那另外你在做什么样 另外的话 是我自己自己的工作 是在做关于呃 影音工作的 就帮 像是帮人家写呃 广告文案 或者是帮人家呃 拍摄呃 公司的形象影片 那其实才是我原本的本质 嗯 所以你在开创品牌之前 做的是那种 影片企划的角色吗 对对 然后你就做了一阵子之后 就觉得合不来创业这样 嗯 合不来创 因为你年纪轻轻就创业了嘛 你几岁 创业的 二十七 二十八那边 对啊 你是怎么样决定说 好我就来 来弄一个 呃 会想弄一个的话 其实是 是两个原因 嗯 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正向是 我从很久以前 就很喜欢 呃 就是关于舞台表演 跟 跟 呃 行为艺术的东西 你是念这个的吗 不是不是 我是练 那个应用日语系 你练应用日语系哦 对 很久都放弃了 因为我们系上就是 有那种什么高中 升大学就已经N1的啊 有那种系上是 有那种中日混血了 我就觉得说 你怎么念也念不议他们是不是 他是母语耶 然后我到大 大一校我就放弃用日语当工作 就是有考过 然后看得懂A片 然后看得懂日本动漫就好 所以你有毕业 我有毕业 哦你有毕业 OK 这样听起来好像大一就放弃了 什么意思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怎样 我们的来宾学历都很低 是不是 每个人都问这问题 超小要喝错学什么之类 OKOK 有有 我国立大学有毕业 OKOKOK 然后 可是大学的时候 就是因为跟系上的一个男生 就是我兄弟 小伟他很吵 嗯 然后他们学长就讲说 就是 呃 你们这么会嘴 不然你们上台去嘴啊 就叫我们去当 学校的活动主持人 嗯 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 做学校的 呃 活动主持 像什么圣诞趴 联合音星等等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 这种活动的主持 从那时候我就开始 很喜欢这件事情 嗯 然后再加上后来 我在 呃 看关于 呃 行为艺术 呃 的演出 就有一个行为艺术叫做 叫做万里长城 然后 两个 我不知道 难讲 两个 呃 行为艺术家 他们是一对情侣 嗯 然后他们就从万里长城的最左边 跟万里长城的 最右边 东西两边 然后开始走 走走走走走走 然后 走到呃 鼻子身边 他这样擦肩而过 然后他们鼻子的关系就结束了 嗯 然后到呃 到过了好几年之后 那女生 他又重新在巴黎 做了一个行为艺术 然后是叫做宁次 你可以自己去呃 预化时间 然后在那个时间 你就可以坐下来跟他对望 嗯 然后在这个行为艺术快结束的时候呢 呃 有一个男生坐在他面前 然后跟他对望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哭 啊 那个男生就是当时的那 万里长城的那一对 那个 他的那个男伴 嗯 嗯 然后我 我很喜欢行为艺术是 行为艺术它可以让 呃 每一个人 对于这个表演 有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看法去投射 嗯 你投射了什么 就是这个走过来 就坐下来对望 哦 我我自己就觉得说 总共讲得很烂 我是说 诶 可以请你表达一下 因为他们其实走他们其实走超久的 然后对对对对 对我好像没办法 那那为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我喜欢就是 我认为 如果你能做一个表演 然后让每个人有各自的想法去 去表达 就是他不是一个一定 就是他不是一个一个 呃 剧本 然后讲完就他就是要明确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很棒 我那时候就想做这件事情 然后直到后来呃 看到就是看到台北的 open mind 然后又又来看一场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 干 我想要做东西 就是这个 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有各自想讲的话 跟想呈现的话题 而且还可以同时让大家得到快乐 就是这个东西了 然后所以我才想做 想做喜剧的open mind 那那其实一开始另外一个比较肤浅的就是 我想要有个地方可以讲笑话 我想要试看看讲表演喜剧这件事情 你有在看喜剧吗 你是看日式的漫才还是说看国外 我的那个喜剧的启蒙是那个 搞笑漫画日合 哈哈 你知道吗 知道 超屌的 超屌的吧 refer 那个很赞 然后我喜欢 拉拉拉拉拉拉拉 对对对 Ник amps 对 我很喜欢那样子的荒谬喜剧的东西 然后在这几个关系的叠加上去之后 我就觉得 好那我想要做这个 当时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就是像是 像是萨泰尔娱乐 博恩他正在从台湾崛起 只是刚好在那个时间而已 但我幸运 就是刚好 前辈们把台湾的喜剧带起来 我本来带起来 然后我刚好也投入了 然后所以做出这个品牌 跟我一起喊 曾博恩晚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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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跟什么邪教殿 所以你是说 你在大学的时候 虽然念的是日文系 但是你已经开始接触到 活动主持 对不对 然后毕业之后呢 你做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我毕业之后 做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其实 蛮复杂是 我在 我在大学以前是餐饮系 我毕业做第一份工作是 去一个素食园区当储备干部 然后我那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是 煮素食的料理 然后跟葱咖啡 我还要去考 就是乙级跟咖啡师的国际征照 哇 我甚至曾经有一度想要做小餐车 所以我是喜欢料理这件事情 但是就在那边待了两年 就不知道干嘛 我完全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在那之后结束之后又去 又去咖啡店 然后 然后拉了一年多的冰奶泡 然后踩到 踩到钱东家去当写手 可是是怎么样跳过去的啊 你原本做餐饮做好好 你怎么突然跑去做写手 我看你很会拉奶泡 要不要写文案 写个文案吧 太没有逻辑了吧 所以问why 就是这个是怎么来的 觉得有趣 当时觉得有趣 然后我不想要再继续待在那个 那个领域 因为我觉得餐饮业 就有点 如果你不是自己做老板 自己有个瓶颈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也没有什么 在餐饮当中特别突出的表现 但就做得来而已 然后想说那去偷偷看 就是自己偷偷看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 相关经验 的经验 就上了 然后就上了 然后上的时候就是 好险在那家公司 他们也没有什么制度可言 所以才可以 你就是顺利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在里面就是瞎搞 瞎写 然后 结果莫名其妙还算 摸到了一些东西 做得来 然后后来就进到那个 可以讲 进到波特网的频道底下 然后我在那边做了 就是将近两年多一些些 在那边写企划这样 对就在那边写企划 写那个 写脚本这样子 然后才 才真的算是变成 自媒体这一圈 然后持续有去 接触 有去 有去研究 刚好大学的时候 我又是 摄影社 所以影像东西 也还会一些些 然后在那结束之后 才想说 不然影像工作室 在南部自己用好了 所以才成立自己的影像工作室 所以变成是影像工作室 跟喜剧开场都是有点 运气运气 然后误打误撞 然后成立 然后继续做到现在 那你在餐饮业跟咖啡厅 还有文字企划 都是在台北 是吗 你在台北工作 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在高雄 但是有 呃 有来台北出差过 哦 所以 波特王他们也是在高雄 对对对 哦 懂 那你那时候要 创这个品牌的时候 就觉得 你不觉得台北的市场比较好吗 还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在南部做啊 不觉得 我好像挑战有点大吗 在台北的市场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来台北挑战 因为我来台北几次 呃 生活生活或短居都不太长 但是 就觉得这个城市不属于我 嗯 嗯 就我没办法在这城市 这种很很自在的感觉 但我在高雄可以 也许是我在那边读书读久了吧 我从大学就在那边读书 然后 然后在那边生活 那我是从澎湖过来 然后所以我 呃 对对台湾本岛 跟对城市的想象 其实都是在高雄 你是澎湖人哦 对 那你在澎湖 想到什么时候才来台湾 高中啊 嗯 到高中毕业之后才过来 因为澎湖没有高中 我们我们 澎湖有高中 彭科 彭科大吧 澎湖有大学 澎湖大学 你在说是高中还是大学 高中有高中吗 有高中也有大学 可是 我们本岛 我们岛上是没有的 我就是 因为他有很多岛 对对对 台湾的本岛 然后到澎湖本岛 我是在澎湖的里岛 嗯 我们岛上最高学府是 果中 哦 他叫旺安国中 然后我们 我在我毕业的那一届 我们班上就只有 就是 一二三四 我们班上就五个人 怎么考都是前五名 真的哦 那你跟我小金门的感觉 很像啊 小金门就是金门的里岛 嗯 然后我 可是我们国小有二十二个人 I'm so sorry 我们更里岛 我们是三级里岛 厉害厉害 那你那时候 从澎湖来高雄 嗯 有感觉 哇这个本岛不一样吗 跟澎湖不一样 还是 当然觉得不一样 可是我是很 我是蛮自卑的 嗯 嗯 因为我蛮不习惯 就是 这些城市的小朋友 因为大家都很流行 然后 他们会说 砰你很砰 这样吗 他们很流行 你澎湖来的 你不砰 那个时候是流行 砰吧 没有我们那时候是 仰跟潮 仰哦 潮很潮 是因为那个飞轮海是不是 那时候还有那个 三点水 那个仰制 三点水 哦 仰 所以那时候你就发现 这些流行语 你都不会讲 我都不会 那怎么办 大家排挤你吗 就说 回泡沫吃泡沫咖了 没有 所以 没有吗 对对 那时候 回去吃你花之丸 那时候 大学就是因为 就是 因为 我觉得人容易这样子 因为自卑 用自大去演示 你用你自己会的事情 然后 然后以为自己很屌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去掩盖你自己 对自己自信的不足 算是这样子 你说你那个时候这样 大学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会的是什么 我那时候会的时候就是 就是无脑的勇气 就因为你见识很少 所以你以为这些事情 是这么简单 然后所以我就 所以反而有那个胆子去做 对对对对 我就是一直来都是我的 算优点吧 就是我就是会 很勇敢去尝试各式各样东西 即使很容易失败 开港也是算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 讲了开港 这个是蛮抱歉的 就是我对开港 初期 前一年 很愿意来支持 喜剧开港的观众 我都觉得你们很有勇气 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我都 我都 都觉得当时的 也出不值得 那么多的 收入 他不是你预期说 你把他捐出来啊 对啊 现在捐出来啊 现在就是回馈的他们 好 我们自己观众可以抽八千块 哈哈哈哈 你的品牌现在两年了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有二分之一的时间 你觉得你都不知道 你自己在干嘛 呃不是 有二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试错 哦 对啊 都是在试错 因为我们不像台北有 有卡米丽丽丽 有二三 呃这些前辈在在做 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而且在做的这一群人 不是说很有概念的一群人 或是任何什么剧场 全没有 就是一个门外汉 一个以前是在咖啡店 冲咖啡的 对一个 一个门外汉 然后一群人 菜鸟做这件事情 所以一开始 其实基本上都在试错 因为还是连什么 写 写笑话的 呃 呃 反逻辑 或者是 怎么样去设定 那样一场表演 的 的 棒次安排 然后观众的感受 就完全不懂 你那个时候 就是你去谈了场地 嗯 让大家来这边表演open mind 那你的演员是谁 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你就直接开了 我就直接开 然后叫大家就是来来报名啦 那时候的演员多吗 那时候演员也是 也是有 大概都是七个八个 但很容易重复 然后或者是上台 就是他可能就不是在讲喜剧的 就是偶尔 你没有看到那种 现在台北应该很少这种人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逻辑 他就在分享我 我这两天发生什么事 看到什么事情 然后讲到一半就 我也不知道有讲这干嘛 然后会有这样子的人存在 他说我觉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 可是观众一直都不觉得有趣 嗯 然后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一开始 就真的是这样 台北现在真的是比较 比较少这种人 嗯 因为其实开港初期 嗯 我有去一次 我不知道是你们那时候开了多久 嗯 在哪边的 第一次 在八五大楼的一个商办空间 那时候是 那个时候 那还是第一年 很前期嘛 还是蛮前期的 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就看他们 其实我必须 就他刚刚讲的啦 其实可能大家对喜剧是比较没有概念 嗯 他们没有很完整 可能大家觉得段子的样子 可是南部人上台的台风 真的是蛮自然的 就是蛮放得开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些人一看就是新手 可是他们在舞台上 蛮自然的 这是我觉得很可贵的地方 然后更可贵的是 他们那个秀结束之后 他们所有演员会留下来开一个座谈会 嗯 就是阿海会站在那边 他那时候也没有多好笑 但是他就会说 来来来 你刚刚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可以更好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但是 然后他们真的是 所有的演员就会尽量的给 哪一位演员 对 然后反馈 然后这个演员OK之后 就就换下一个 嗯 他们不是那种 我在教你 怎么样 是他们真的很真心在那边说 耶 我觉得你刚刚这个怎么样会更好 嗯嗯嗯嗯嗯 就是那时候已经 可能结束 活动能 ess10点 对啊 10点多了 现在是 到现在都是 对 他们就是有这个习惯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是有一点感动 但后来我就想说 都看几次觉得 还是又回家 现在其实越来越短了 现在越来越短了 因为大家 慢慢已经摸到那个方式 那你整个品牌 两年了 然后现在演员跟观众都多吗 你觉得运营的状况怎么样 运营的状况怎么样 上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变成是 我们从过去是 每个月一场 然后走到两个礼拜一场 走到现在基本上 就是每周都有一场演出 然后 open my吗 每周都有一场open my的演出 然后每个月底 开始有我们自己的售票场 我觉得该是时候做这件事情 然后上一场的六月的周末夜 也来到了卖票超过一百张 你说上一场周末夜卖了一百多张 对对对 那是有谁啊 怎么会卖这么多张啊 我们上一场的阵容组成 高雄在地的演员是我们的残影狂龙阿贤 然后 听说他卖了很多张 还有我们素食店的小开智语 以及我们特别邀请喜剧开港的好朋友林妍飞 是我吗 是我是不是 好啦爽了没 爽了没 就是邀请来只需要你讲这个而已 然后还有大天歌 然后卖了卖了 大天是完全没有头衔的人 前面介绍超久还有大天啊 还有大天 我想说他们几个什么东西啊 他比较没有名气 所以排最后一个表演这样是不是 不是啦 不是 都比较得罪的 大天很cure 卖了一百零一张 就是算是有 就是有开始被大家认同 就是说 如果你在台北 当然就是老牌是23跟卡米蒂 可是只要离开之后 尤其是在南部 应该就是所有的合作 或者是演出 应该都是到喜剧开港 我觉得有达到这个目标了 你这两年期间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因为一开始你看 看的人应该也不多 比如说南部人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买票 看一群人讲话 还不好笑 然后再来就是演员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然后或是那时候南部的观众 可能只认曾博恩 然后觉得 我就是要看这些大咖 你们南部又没有 那一定会有挫败吗 可是你都没有想说 收一收算了 有耶 我那时候想 有两次想收 两次哦 对 一次是就疫情 那怎么不就算 你怎么没有勇气做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还继续下去 我想问你为什么还继续 你不是说你很勇于尝试吗 放弃也是一个选择啊 对 我现在都想 第二次我真的觉得 就是早知道 就是搞不好其实 不开始也许我会有其他快乐的事情 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啊 嗯 疫情爆发的时候开始说的 就是完全都中断 那时候经营多久 那时候经营就是开始 慢慢的有些演员开始比较稳定了 好不容易 就开始固定有可能大概快30个平均快30个观众来看 然后开始有一些 有一些支持 然后开始 粉丝数 粉丝专业的关注数有超过1500的时候 大概那时候 然后就中断 然后中断的时候就觉得 要再重新让大家 呃 来看的感觉很困难 而且 那时候的状态是观众来看 可是 演员其实还没有准备好 他都是在一个很陡 很被 逼得很重的情况下 而且我又没有 我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告诉他们 我们怎么变得更好 嗯 我只能 那种感觉蛮无力的是 你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 对 开这艘船 对 可是我想要你们都相信我 就是我想要你们无条件相信我 但是我都不知道我要相信什么 那怎么办呢 那时候后来怎么办 那时候就是刚好 就是疫情也好 就是刚好休息一段时间 我说我们船要回港口的厅 对 对 然后那时候我开始重新的去 呃 看书我的 大家的 呃 前辈的影片 然后开始去找 呃 你看我的影片吗 都有看都有看 然后 然后把 把书全部买回来 嗯 然后开始 开始重新看 重新整理 然后想了一些 呃 自信的方式 然后到 到那个呃 到疫情退退了之后 然后我们开始重新开始举办 然后开始变成是说 嗯 监讨会开始比较明确的告诉大家说 诶 你这这个笑点大概可以怎么去做 嗯 然后呃 我会告诉你说就是如果类似的东西 我在呃 呃 网屋上跟在卡米蒂 跟在二三 看到前辈 这个前提 他们大概可以怎么去 去去讲 他们讲这个笑话 或是你可以把他这个前提拿出来 然后重新用你自己的人设 去设想设想一个 开始每一个演员都这样子回馈 我那时候 那一阵子的创作时间很少 那一阵子大概 呃 我每天都会不停的回 回头去看每一个演员的open mind 然后再去看台北演员的open mind 然后再把他们东西写出来 回馈给他们 那时候就是希望开始有演员 缠出来 这样子 你这样有赚 有赚钱吗 你前期都没有赚钱吧 没有啊 没有到现在都 都没有回本 呃 还在 快快了 呃 开始有收益了 可是 做到回本还没有 嗯 嗯嗯嗯 那真的是靠理想来撑喔 那前面一定是要养出这些 嗯 好难喔 客人啊 或什么的 所以我这两天在看那个版上的 我就觉得蛮好笑的 就是呃 大家不懂东西还太多了 你们就觉得说 这个几百块的低消 或者是 你说版上的就是 有一个粉丝专业叫 靠北喜剧 对对对对 很多人在上面吵演员 该不该付低消 这件事情 对 然后 反正简言之就是 呃 如果真的要做出一个场地品牌 然后跟在地的演员 其实彼此之间是 呃 互利共生 的 的情况 才不会有什么 谁 依靠谁 或是A依靠B 就是两方不应该是对立的啦 因为好就是大家一起好嘛 对 撕破脸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对 那你第二次想放弃是什么时候 第二次想放弃的时候 是开始 团队有一些争吵的时候 团队 你是有跟别人一起创这个品牌哦 呃 就是算是我独知 嗯 都是我独知 可是呃 开港是有伙伴的 就是除了我自己以外 那 还有 还有到现在的话 团队在 稳定在运作 大概就是五六个人 嗯 那这些 呃 这些伙伴 就是 他们都帮我很多事情 嗯 对 然后 包含就是 我可能就是负责最最多 就是对外的业务跟呃 企划发想这些事情 但是呃 那一些呃 现场的一些小事情 或者是呃 开港的一些美术啊 然后或者是呃 简报啊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是靠着这些伙伴 才得以去去完成的 嗯 但总是会 总是会有 就一样是试错 然后总是会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就很容易做不好 然后呃 让 让团员失去信任 然后或者是中间 就有人因此而离开了团队 嗯 然后离开团队以外 他还对外去攻击重伤我 嗯 嗯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 唉 有点不想做这件事情 懂 有点就是 以及能不能有谁出来 接手做open market 这个就是 一点都 吃力不讨好 一点都吃力不讨好 我就回头去讲说 其实一开始想要有个地方 可以试笑话 可以讲笑话 我情愿就是 呃 这些名声都不属于我 我就是可以有个地方试笑话 然后我每个礼拜付open market的钱 干多爽啊 但没有 谁要收这些一堆钱 然后做open market 让大家都有个 就是 那时候 第二次想放弃是 是那个时候 那怎么没有 就放弃了呢 嗯 因为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因为开始 你开始有一些 呃 这些 这个通常就是 他说他小吗 就是我觉得他确实蛮小 可是你会感受到不一样 像 就以这一次的 呃 你参加这样演出的那个阿恒来讲 他是一个焦虑症患者 然后他因为呃 呃在高雄有机会来喜剧开港 看现场喜剧 然后他觉得 呃这个东西很快乐 而且这些人 很纯粹 很认真的在搞笑 然后他开始从观众 然后尝试自己的第一个段子 然后到我们认识了我们 我们给他建议 然后开始呃改变自己的 呃段子的编排内容 然后到完成他人生第一次售票 他就跟我说 我这辈子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做得这么认真 然后做得这么好 然后我身边所有人都肯定我 嗯 你现在是 你现在是要被我掉眼泪吗 没有没有 我前面是很不爽你 你现在跟我讲 这种感人的故事要干嘛 哈哈哈哈 你真的很虚假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就就像是这样的事情 嗯 有不止发生一次 那我就觉得 他明明更适合当老爸 你就把场地交给阿恒 阿恒 你就会觉得 我不能就是这样子 说放弃就 把这件事情就放掉 说哎 不好意思大家就是喜剧开港 就是我就到今天 啊剩下你们看你们要怎么办 这样子 是不是说到的感动 其实太多了 然后你也觉得 应该为了他们继续坚持下去 这样子 这不是说为了我个人 怎么表演喜剧或怎样 而是变成是说 已经好不容易建立了这个舞台 然后有些人在这边 嗯 找到一些 得到一些什么 然后 甚至找到一些 方向或他自己的信心 然后就觉得 我好像应该继续做这件事情 所以没办法停下来 嗯 对 久啦 久啦 干啦干啦 很会讲啦 不会写文案的人啦 帮自己做了一个大暖男的形象 没有 没有没有 对 我男部人都好虚假 干 我们喜欢做暖说 你知道 感性呼喊 这样子 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你讲这个 真的是我们身为演员 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 就是你真的经营了这个场地 你可能看到 谁有所成长 然后你会有这个想要 而且我觉得在南部吧 因为 其实如果我今天是想要表演脱修人 嗯 单口喜剧的人 但是 我在台南 我根本没地方去 就是现在可能有成大open mind 但以前是没有嘛 他也是在你之后才 对对对 才有的 嗯 所以我们就得去台北 但是我没办法去台北 嗯 所以是你在南部建立了一个这样子的舞台 我们我们 不是我而已 就是开港的伙伴们 对 整个齐齐团的团队 不好意思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就是你跟你的团队们 真的是建立了一个这样子的平台 让南部的人也有追梦 追喜剧梦的一个 的地方可以去 其实是 搞笑啦 有没有追梦我不知道 可以来搞笑 对对对 嗯 来搞笑不容易耶 那现在你觉得 因为你也会常来台北看 对 我定期会来台北取材 你觉得现在的 差距还是很大吗 南北 还是说你看到什么 各有的优缺点 差距很大吗 我觉得跟顶流的表演者差距 还很大 但 我老实讲 就是这样有一些很大 就是 不到追不到的感觉 过去一年 一年前我可能会觉得 我完全追不到 但现在我会知道 你就是说台北的演员 除了顶流之外 也不怎么样 呃 就是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比较 嗯 就是可以跟他们比较 我会钓鱼哦 不会说就是 对啊 就是说其实是 大家是有机会 对对对 可以平起平坐 然后甚至大家一起努力嘛 对不对 不会有你刚开始想的落差那么大 对对对 就是以前的话就会 看到台北的演员 不要说一线的那些前辈们 看那个二线或是其他 三流的 卡米地的那个 组成的团 都会觉得 哇干他们强到不行 开港的演员完全跟不到 嗯 但 现在就会觉得说 我们 我们努力是可以的 我们努力是有机会 可以到达那边的 嗯 就我们做到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呃 呃呈现的东西 开始有给人家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嗯 那你觉得差异在哪里 不一样的是 你觉得台南的演员 南部的演员 嗯 跟台北的演员 有什么地方是你感觉 哇 这真的是 两个地方特色不同的吗 呃 南部的演员 我们现在 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上台先讨喜 嗯 我们不先 不先要求段子的 惊喜深度 嗯 这是 呃 我有我有刻意为之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是我把 呃 舞台架得特别高 嗯 然后让 要让他们更像是一个 随时可以主持的演员 嗯 然后第二件事就告诉他们说 你上台你要先讨喜 我不管你笑话长什么样子 你上台要先让大家 感受到你这个人的 呃 状态 你可是一个 一个故意氛围压得很低的人 或是你是一个很网吧的人 或是你是一个 一个烧手弄之的人 就是你人设先完成 你再来做 这些笑话的东西 你觉得你有特别交代 我有特别 呃 只要是在检讨的时候 或者是 我都特别 往这方面去 嗯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点 嗯 就在意这个点吗 他就说 我就想要直接开始讲笑话 的话呢 也是可以 嗯 也是也是可以啊 就是他如果一直 我会说我的建议是这样 但你想要 但是我很认同 阿海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上台好好打招呼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可能我是业务吧 嗯 比如说我们去哪个公司 做简报还是干嘛的 一定是 要先关注到这群群众 让群众知道 哎 你要开始哦 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 然后也喜欢你的 的样子 跟带来的氛围 他们才有办法 听你讲的话 但是如果你上来 很随便的说 哦大家好 我是谁 然后开始讲 其实 你就算已经讲了三四句 大家根本还没有在 你的那个状态里面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做的考量 是因为 我想要 呃 让你们去做喜剧演出 不然的话 他其实其他跨组的领域的 机会并不是那么多 嗯 我想要的是呃 原本就有 那么有的市场需求 然后我们的喜剧员 可以去满足这些市场需求 哦 例如说原本就有的呃 旅展的主持人 或是原本就有的呃 音乐酒吧的 live band的演出 我想要让这些喜剧员 有机会去塞进去 原本就有的市场需求 就是他的相容性比较高 对对对 的感觉 呃 这是 在开港目前这边 我想要去努力的 但我觉得你听起来就是 呃 他不一定一定要这样 但他培养一个这样技能 他就可以用 呃 的感觉 对我们 我们目前 我自己有刻意这样 这样子再去跟 喜剧演员讲 但是其他部分就是 交给他们各自去努力 你的段 段子 呃 能不能被大家接受 然后你的段子 打磨的状态如何 那还是各自去 努力的地方 也不会去干涉他们怎么样 嗯 那你现在对你的品牌 有什么期待吗 品牌有什么期待吗 你明年度的规划是什么 呃 最大的目标就是 2024年的喜剧节 嗯 喜剧节 对就是我前前个月没有办成的那个 港谢记 呃被高雄后台 冲康掉的港谢记 他就是为了喜剧节做的 的前哨战 Try out 呃 就是我想要办一个喜剧节 他就像是 音乐季 喜剧界的大港开唱一样 啊 他可能一样有双舞台 然后 那三 那个 那两天一夜里面当中 有 有演出 有工作坊 然后有 呃 有 喜剧圈的会谈 然后 甚至有一些大型的表演 那可是我不想要就是只有 单口喜剧 或者是漫才而已 他有 例如说以前 以前那个舞台剧里面的 那种现场喜剧 有趣的桥段 还被重现 或者是想象一下 你今年完全 你今年可能 博恩的段子没看到 贺荣的段 专场没看到 然后 大可爱专场没看到 马克图斯专场没看到 或是马克图斯2016专场没看到 你都有机会在2020年的喜剧节 然后重新一次 就是捞回来 就是看到他们那些经典的段子 现场在看一次 重现这样子 嗯 然后我想要办 我想要 最大是2020要办喜剧节 嗯 然后在这之前的话 就是开始有一些 出圈的合作 像我们近期 近期的会是跟 呃 呃 高雄市的那个 代表乐团灭火器合作 嗯 然后 呃 还有安排一个是 因为我们叫喜剧开港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 呃 到港口去 然后我们想要就是 租一艘船 然后在船上讲喜剧 哦 开船出去 嗯 在小块钱上面讲喜剧 我想要做各式各样的 尝试 嗯 而不是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也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 如果说一直不停地在喜剧的呃 现场 然后打磨喜剧 只用原本的方式去去演出的话 我觉得 啊 比较有限 对不对 比较辛苦 我觉得我老实讲比较辛苦 但这其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但我想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尝试 嗯 那你跟灭火气的合作是是怎么样的 上半场是喜剧演出 然后下半场是他们的那个不插电的音乐会 哦 然后并且同时会有他们的不插电音乐会有一些改歌 是喜剧开港的人写了段子 然后给灭火气的呃呃邀请来的乐团去唱 哦 嗯 对 懂 听起来是 很 很伟大 也不是说伟大 很 很大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你要做 喜剧节啊 跟你现在开船出去 开船出去讲段子 都是我们 好像台北没有做过的尝试吧 对不对 嗯 就我比较喜欢 就是 搞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去 去结合 那喜剧节会邀请学人吗 喜剧节都会邀请 喜剧节全台湾的喜剧演员都要参加 都要参加 都要参加 是为什么 不然感觉没那么 因为我们人没那么多 对没那么多吧 也没那么多吧 哈哈哈哈 然后就办那种什么 一整天八个小时open嘛 要一直讲 哈哈哈哈 嗯 之前不是有类似这种吗 大舞台跟小舞台 就是 音乐季就是很这种的啊 对啊 对啊 日本还有办那什么 FUJI 还是什么的一个 日本有一个音乐节 是办在山上 嗯 然后那个场地都超 超远 然后你可能到这个场地 要那个场地 要走很 十几分钟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反正大家都在表演 有大舞台 小舞台 对 对 音乐节就是很 很这样的东西 嗯 对啊 那我就想像上 喜剧节就是一个 很多地方 然后这里有个舞台 在讲 那那边有个舞台 在讲 嗯 那这里有个大咖的时候 这个舞台的人 就穷跑过去了 这边没要看 对啊对啊 就是双舞台 然后音乐节就这样子啊 你是享受那个氛围 然后持续有很多东西 去呈现 但你就像是去尝试一样 嗯 我觉得阿海今天讲的 蛮 蛮精彩的 嗯 因为我跟他 其实没有聊到这么 深 还是有聊过 但我都忘记了 我不知道 对反正 可能就是 好像是聊一些片段片段啊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带来的故事 还有一些长地方的想法 是我们真的是没有 没有想过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 猫咪要喝那么多水 还有猫咪不喜欢喝水 这是我今天收获最多的 对 那我们节目 都会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那叫什么 经典问题啦 灵魂拷问 灵魂拷问 灵魂拷问不是第一题吧 没有没有没有那只是水口汶问 水口汶问 还有啊 灵魂拷问就是 你跟我们一样大对不对 28 28 我29要 今年要30 今年要30 对 那你 你现在有伴侣吗 有啊 那你是想要结婚的那一派 还是你不想要结婚 我想 我是想要结婚的那一派 哦 他之前就有求婚了啦 只是被拒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是第二次 所以就是有啦 OKOK 那为什么 那你觉得婚姻对你来说 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想结婚啊 为什么想结婚 我想要有一个人可以 可以陪伴 在一起也可以啊 在一起也可以陪伴 但是 嗯 不知道也就是 我可能 我很难信任一个人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很难 被人家百分之百信任 可是我 我内心就有这个追求 我内心就有一个 追求是 就是我可以把我自己百分之百的 交给某一个 呃 对象 然后透过这个仪式哦 然后 呃不管我今天就是多么混蛋 或者我今天做多少糟糕的事情 或者是呃 可能对我就是错的 但是到到家之后 就会有一个人可以百分之百 就是呃 接纳我 然后给我鼓励 其实他跟他跟全世界站在对立面 那我也我也愿意为他这样做 嗯 听起来你们两个好像是两个亡命鸳鸯 那感觉 而且为什么要夺混蛋 对要夺混蛋 你就是你们女友听到这一段会觉得 我怎样我贩毒有什么错吗 哈哈哈 为什么要 我贩毒有什么错 所以你是想一个会支持你贩毒的伴侣 对啊 然后透过婚姻把他绑住吗 我本国是酒驾撞死两个人 有什么好不停我 你讲话很容易被别人吓 也很烂 你可以讲说就算我有点小缺点 他还愿意鼓励我 就算我跟全世界 哈哈哈 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很容易在外面 被人家讨厌的人 对耶 哈哈哈 没有 我觉得他是会用一些 呃 比较迂悔 或是婉转的方式 但他结论 很容易被别人收敛成是一个 很值得吐槽 或者是对立的 不好的一个结论 好 你说就是大家 如果听结论 觉得啊你很自大 你很怎么样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那我知道了 那你以后讲话不要结论 哈哈哈 没有是说他很容易被别人下那个结论 所以你是想要就是一个会 完全支持你的伴侣 嗯对 但是透过婚姻 来确定 他会完全支持你 对 然后 对方也可以透过婚姻 得到你完全的支持 对 所以没有婚姻 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可能是可以的 可是 不知道就是我真的 是不是像猪肉要被盖章一样 就去 你是 赶紧的这种 你讲的好廉价 哈哈哈 你讲的 欸 你们不要瞧不起台湾猪好不好 没有我是说就是要盖这个章啊 盖章CS还是什么的那个 那你觉得 怎么样的 你的女朋友有让你有想要结婚的感觉吗 有啊有啊 那为什么 是他跟你个性很适合吗 还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 老子就是要娶你 呃 你好 哈哈哈哈 谢谢阿涵 哈哈哈哈 你是什么你喜去看的是你的贩毒基地 是不是 你有这么坏吗 我容易就是 我自己知道我本性比较糟糕 然后 你有你有犯过罪吗 犯过罪 怎样算犯罪 就是你有 刑事责任我可以帮你查 刑事责任吗 刑事责任吗 没有没有刑事责任 那你的坏事怎么样 你说你是比较命的人 是不是 就是对我比较自私 然后我 我会觉得就是 如果衡量之后 我很确定 为了达到我的 我想要的这个目的 我会牺牲可能三个人 五个人的利益 我愿意 还要再动下去吗 会不会这样 那为什么别人要嫁给你啊 哈哈哈哈 所以要有一个人 就是他可以拉着 他笨吧 或者是他可以 什么过分善良 你听起来 听起来很像是那种 他可以平衡这件事情 听起来很像是那种 脚头老大旁边跟的 就是说 老大你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就跟定你了 那种 对他只是像一个笨女人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再讲一次 完蛋了 你再办 是可以剪掉吗 不会 啪啪啪 然后不会剪 即便我有些类根性 但是我伴侣还是会支持我 让我成为更好人 对啊 因为我知道自己很糟 就是我老要不行 那要怎么样 我牺牲三五个人利益 我有错吗 要有 要一个人 总是给我一个正确的建议 不要这么容易去忽视他 所以你要一个价值观是正的人 是不是 所以你判断这个人是 他很善良 正直 他可以矫正你 对对 我们甚至因此就是 我跟他有聊一集Podcast 然后去讨论 我是不是道德感很低的人 那结论是 结论是我是 我道德感起低无比 而且你还 可能我觉得他表达的词汇 好像用的不是很精准 他 对 他有点他还把 那个 其实你没那么坏啊 你把感性的成分给剥掉 然后用理性的成分来看 如果别人用 带自己感情去看你 就可以解读成 很怎么样 可能很好或很差 那你讲成这样 就是好像你是需要一个 可以矫正你的伴侣 那你的伴侣嫁给你有什么好处 你也会照顾人吗 你也会照顾人吗 对啊 我很会照顾人嘛 也不会 谢谢大家 你是我 就是 欢送最多次的来宾 我 我 我算有 我会 我会 找出很多事情来 就是来尝试 然后 或是 或是 约他尝试很多 各式各类类型的事情 有吗 嗯 哈哈 你不知道 算有吧 有吗 有吗 因为阿海的女朋友刚好在我们附近 我看他是点头还是摇头 他露出很为难的表情 哈哈 你有体验什么很厉害的 体验什么很厉害的 在他做过什么事情 你觉得很浪漫 是你 就是你想到的 如果要嫁给我才有这个好处 你嫁给其他人 对啊 nothing 没有 只有我才会带你去吸安菲他命 哈哈哈哈 什么 什么啦 你觉得他有这个开罚单 我跟你讲 他说这个地方感觉快快了 哈哈哈哈 但但类似的事情就我可能会想 就是例如说 例如说 大麻烟草在合法的地方 我可能就会求他去 可是他本身就可能就不会 想要尝试这种事情 你们的爱情现在快乐吗 哈哈哈哈 你们感情是没有问题的吗 没有问题 确定吗 要用药物来控制 对啊 或者是我会强迫 可能对他 就是一般男朋友可能不会那么去强迫 他可能对这样这类型的影视作品 或者是游戏可能没有什么兴趣 我就强迫他玩 你看 这个真的很赞 他要强迫这个字 你就是 等一下说他 你觉得他喜欢的东西 可能就只有这边 但是你会给他 鼓励他 还是强迫他 那你这样跟我一样啊 只是我没办法强迫他 他会生气所以我就自己听说就算了 我就说这个游戏很好玩 要不要玩 就像你推荐猪干东 你怎么可以不看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所有的人 大部分的百分九十人都喜欢这个东西 代表是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你试试看 我跟你讲 王学人不喝牛肉糖欸 这是不是大逆不到 还是你也不喝 我喝到怎么会不喝 就是你能想像这世界有人 你要尝试 我觉得有尝试啊 他就不喜欢啊 那怎么办 我是个愿意尝试的人 他有尝试 他比较不愿意尝试 所以我每次都会想办法 你现在要跟我对战吗 那我们要录另外一集 你们开始吵架 他的兴趣 他兴趣真的是比较 说没事就没有这样 然后我现在开始在思考说 怎么样去鼓励他 或应该会放弃啦 我通常会放弃 对 不行的 我一定要就是他尝试看看 他可以尝试完一两次 之后说 不要我真的不喜欢 但他不能不尝试 所以你觉得你女朋友 带给你好的爱情 有有有 那他好的爱 所以你对好的爱情的定义就是说 可以矫正你 过低的道德观 然后你要去强迫他做所有事情 是这样吗 我给你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讲一下 你觉得好的爱情是怎么样 为什么女朋友 给你好的爱情 他给我 他给我的好的爱情就是 不要再用什么强迫那种字眼 你自己珍重好不好 他会给我 正确的价值观 跟不一样的观点看法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有道理的 这是他很棒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 他也算是很愿意去 去尝试各式各类型的活动 然后在我的推荐之下 他都会愿意试试看 什么在我的推荐之下 我男性说教 男性说教 男性说教 我把阿海送走了 他看这部片是因为我推荐他去看的 那我们大概知道阿海就是这样一个大男人 然后道德观偏低 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候去 中间是感动的那一段呢 已经把全部剪掉了 大家如果去高雄 有喜剧开港的话 就可以这样经过就好 欢迎来玩 欢迎来南部来 大家如果去高雄的话 一定要去喜剧开港 看表演 然后也可以跟阿海拍个照 然后问问他 现在价值观到底是低落到什么程度 可以吗可以吗 有啦 中间幸好那一段 真的幸好那一段 真的幸好那一段 后面分数很扣光 好那我们掌声谢谢阿海 谢谢阿海 拜拜 拜拜